都不需要我去解釋 時間是沒辦法捉得住的 我現在跟你說話他都在走 我想很多人都寧願以前聽別人說 我和時間競賽 好像在說什麼 和時間競賽 現在你會覺得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知道他為何說和時間競賽 因為時間競賽時也有說 時間競賽是很殘忍的 你好也好 不好也好 我都會離開 你想我留下也好 不想我留下也好 我也會離開 他是一個很無情的事情 他一直向前走 他一直向前走也代表著 他越走得快 你的時間就越來越少 所以 我沒有想著去勉勵大家 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這個現實 知道這個是事實 或者你現在感覺不到 但將來很快你就會感覺到 為什麼 突然間又十年 我為什麼要叫又十年 本來他來的時候叫黃金十年 他是歌本身 是馬來西亞朋友寫的 我來的歌詞叫黃金十年 但我自己監製也跟我爭了很久 他說黃金十年就好 我說我不想叫黃金十年 我想叫又十年 因為那個才是對我那個 一個很簡單的說話 又十年 他有兩個意思 我想十年很多人都唱過 或者歌名很普遍 為什麼我叫又十年 你看到又是十年 好像是 但其實對我來說 又過了十年 在我過去這二三十年 其實那個十年 突然間又過了十年 突然間又過了十年 那是一種 如果你不認識他去看 是一個很恐怖的事 為什麼有十年 還有多少個十年 最後他問了一句 還有多少個十年 所以其實我自己唱這首歌的時候 如果說真的有鼓勵大家 希望大家珍惜時間 想努力去做 你自己想做的事 努力去做 自己覺得是應該做的事 因為時間過得很快 眨下眼就過了 是不是 玲姐 眨下眼就有十年 真的是 所以我才叫他有十年 所以我堅持用這個名字到最後 很小的時候就想 如果我現在想 其實每個十年都很快 現在我過了六個 在後面最近這三十年是過得很快 十年又十年 十年又十年 最近這三十年過得很快 說起來好像很恐怖 十年又十年又十年 那是快到你自己覺得 我接下來的十年要做什麼 快點做 因為都過了六個十年 還有多少個十年 那句話其實我自己也很想說 還有多少個十年 如果你自己想做 譬如我喜歡唱歌就唱 我喜歡做表演就做表演 以前不清楚 以前唱歌就是喜歡 或者賺食 不知道唱歌可以帶你去哪裏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現在你喜歡做的事 你都不需要想想它 一定會帶你去哪裏 你一直向前 去到哪裏我們不知道 去到哪裏發生什麼改變 你會變成什麼 其實我們都不會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掌握 其實這一分鐘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到怎樣 我們可以控制到 我們可以盡自己能力去做 一分鐘你盡了能力去做 未必是最好 未必是好 甚至是未可以達到好 但是你做了之後 你下一步可能就可以去到好 其實 那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唱歌對我來說都是這樣 開始的時候就是盲蹤蹤地唱 喜歡唱 咦?可以不做其他工作 我只是唱歌就是多好 那我就去唱 那一開始就是這樣唱 唱一開始就會發現 這樣唱會好一點 或者這樣表演的方式會好一點 其實我現在所做的事 都是過去的不夠好 去到我自己覺得好一點 現在或者有機會希望可以再好一點 其實那個階段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都可以一樣 認真好 就是不算天才 有些人是天才一生出來 就覺得很厲害 那些不算 就是我們這些普通人 普通人的過程都是這樣 所謂對那件事的認知是需要時間 需要不斷地反覆 去錯也好 去經驗也好 才可以對那件事更了解 才可以達致更好 這個行程 可能 是